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动手能力强的 已经绘制好了设计图 紧接着 各种的动态渲染图也新鲜出雾了 这和灵活现的效果 直接把margin不给销售了 话说回来 在过去六年的时间里 历代iPhone的外观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主要的区别仅在于圆角边框变成了直角边框 以及对摄像头布局进行了一些小幅调整 因此 这次曝光出来的相机布局设计太过另类 显得不太可信 虽然本次爆出的iPhone 16 Pro的摄像头布局 大概率可能只是烟雾弹 但从已有的爆料来看 其影像系统还是有许多看点的 首先是新增了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为Pro机型独占 还是全系列都有 根据苹果的惯例 新功能先配备给Pro机型已突出差异 然后在下一代产品中再下放到标准版上 就像之前的4800万像素主视一样 然而 为了与Vision Pro配合 不排除iPhone 16系列直接在全系引入全新超广角镜头 其次是引入了独立的拍照按钮 依旧保持了机械式的设计 用户在按压时按钮会像iPhone上现有的其他按钮一样产生移动感 尽管是机械按钮 但它可以响应用户的触控输入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触摸来放大或缩小焦距 而且 这个拍照按钮能够响应不同的压力级别 轻按用于对焦 中按则作为快门拍照 不过Jeffrey切以为 这样的交互设计增加了复杂度 提高了学习与习惯门槛 很难突击 就像3D Touch以名存失望一样 引入专门的拍照按钮 将让iPhone在操作逻辑上能有更借鉴相机的使用体验 自iPhone 15 Pro后 苹果似乎有意将手机摄影推向更专业的领域 比如加入了许多更专业的新功能 外部录音 Apple Lock和A-Sys等 手机影像专业化乃至工业化 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最后 iPhone 16系列有望采用堆叠视传感器 也就是双层晶体管技术 且是1.14英寸的超大底设计 支持14bit ADC和DCG 有什么用处 说到双层晶体管技术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简单来说 这项技术通过将光贴二气管和像素晶体管 分布在不同的机片层 实现了饱和信号量的大幅提升 大约2倍 动态范围的扩大 以及噪点的显著降低 在不增加传感器面积的情况下 也能显著提高成像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iPhone 15 Pro Max 独占的四重反射冷镜 也就是那颗5倍前望长焦镜头 iPhone 16 Pro同样回答在 华为早在2019年的P30 Pro上 便采用了前望式长焦的设计 而到了2024年 一众安卓厂商在前望镜头上 可谓是刻显神通 反观苹果 直到去年的iPhone 15 Pro Max机型 才配备了前望式长焦 并且与安卓厂商追求大抵高像素 偏向于成像质量的策略不同 苹果似乎更中意于强调拍照体验 和镜组的体积控制 因此在目前的算力限制下 苹果想要保证拍照体验 就只能牺牲一定的成像质量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多用户 都认为苹果的拍照 落后于安卓的原因 从以上的爆料不难看出 苹果在其影像技术方面 正逐渐采纳类似 安卓的发展策略 追求大抵高像素 这也是苹果首次使用 主摄加超广角 两颗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 主摄还采用了定制的 超大底部设计 并且加入了双层晶体管结构 前望式长焦摄像头的性能 也预计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升级可能得益于A18 Pro芯片 在算力和图像信号 处理ISP方面都有了大幅提升 苹果一直都在强调拍照体验 而且不会为了提高成像质量 而牺牲这一点 从用户口碑与实际体验来看 苹果的影像水平 已被安卓影像旗舰远远甩开 特别是在人像 夜景 烟花等特别场景下 更是被甩开到看不到 安卓旗舰的后脑勺了 基于影像已成为手机价值的重中之重 也成了手机厂商猛攻的高地 落后的iPhone必须在16系列上 拿出更好的影像解决方案 在早些时候 苹果推送了iOS 17.2正式版 其中一个重要新特性是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带来了拍摄空间视频的功能 空间视频录制需要将两个镜头 垂直排列在一起 如果一台摄像机发生偏移 计算3D空间视频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所以 此次iPhone 16改变相机布局 也可能是为了配合 Vision Pro空间视频的拍摄 目前Vision Pro乃至整个VRX2产品都较小众 普通大众用户其实甚少接触到这一类产品 2月19日 Vision Pro在美国已发售多日 苹果在Apple Store显眼位置 增加了Vision Pro的宣传 然而有网友在洛杉矶一家门店发现 用户对可以立即上手体验的Vision Pro 大都没什么兴趣 体验Vision Pro的跟看iPad mini的一样多 更别说购买了 苹果想要让Vision Pro进入到大众视野 成为iPhone那样的日用品 就必须有相应的软硬件生态支撑 内容生态是软硬件生态的重要部分 因此iPhone必须支持拍摄配套的空间视频 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 利用iPhone的普及性和辩写性 使空间视频拍摄变得出手可及 从而为Vision Pro等VRX2产品的普及铺平道路 通过将这项技术整合到广泛使用的设备中 苹果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空间视频内容的创作和消费量 还能够增强用户对于成间式体验的认识和兴趣 此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利用iPhone拍摄空间视频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也将被激励去探索 和创造更多兼容这种格式的应用程序和内容 就像Leavey Photos做到的一样 空间视频这种互动式的三维内容 不仅能够为用户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还能够在教育、娱乐、社交等多个领域开创新的应用场景 例如 教育应用可以通过空间视频提供更加生动的历史重现 而社交应用则可以通过这种技术 让用户以全新的方式分享生活中的重要时刻 随着空间视频内容的增多 对于相应观看设备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进而推动Vision Pro等设备的销售和应用 这是苹果的如意算盘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你觉得苹果的如意算盘能实现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